比翼鸟族王室 叶霄族王室 愿守谷 还请帝君守肯 你可知道 妙遗渊一旦被破 是何下场 禀帝君 妙遗渊封印游落数万余年 早已充斥了游落的浊息 若此次游落破剑而出 整个范英国便会充斥浊息 到时一定会生灵土炭 浊息过境 寸草不生 一命不留 你们可都清楚吗 请帝君守肯 愿与范英谷共存王 帝君 我等才能 虽不能与天族众神相比 但族人供奉我们为王 享尽荣愁 若此刻我们不留下来 将来还有何颜面再见族人 的确是这个道理 天族的法力虽然高强 但入谷要去除法力不说 也不如谷内沿袭的术法纯景 在范英谷里有人帮你也不错 我已经安排好谷内的族人撤离 天族也做好接应的准备 我等愿守谷 请帝君守肯 请帝君守肯 拜访 祝你们压制渺落 谢帝君 皇兄 杰律 你怎么来这儿了 为什么你们都要留下 只有我一个人离开 我也要留下随你们手骨 我也是王室血脉 你才多大 我都能跟你一起去上学堂了 你们能留下 为什么我不能 杰律 我们都走了 比翼鸟族的子民要仰赖谁 这一趟去天族 总要有人为他们拿主意 主持大局 莫非 你想让我们的子民 自己在天族讨生活吗 那换你去不好吗 皇兄 你是比翼鸟族未来的君王 你带着子民们去天族 我留下来 傻孩子 舅舅舅舅母 就你一个女儿 我答应过他们 要照顾好你 保证你平安无事的 那 那你们不会再也不回来了吧 这 这只是最坏的打算 有帝君在 就不会走到这一步的 可是我做不到 皇兄 我一个人做不到的 你那么喜欢凤九殿下 你舍得再也不见他了 我在谷外没有牵挂 我从小就在这儿长大 你让我留下吗 我 我是喜欢凤九殿下 我在心里会想着他 但我更是比翼鸟族的皇子 手骨 是我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不会退 也不能退 杰律 让你随子民一同出去 是我们所有人的决定 母君 舅舅舅母 还有我 为什么 杰律 虽然你没有经历世事 却是我们一直认同的希望 如果有一天 我们真的要面临生死之局 只要我们知道 比翼鸟族还有你在 我们才能安心地 去全力以赴地应对 皇兄 母君让我带句话给你 范银谷的悲剧 就让他留在范银谷 他说你会懂的 可为什么你也要留下来 你的愿望还没有完成 母君老了 他们需要我 况且 杰律 你就没有牵挂吗 你现在眼前 浮现的是谁的身影 皇兄 你取笑我 哥哥还盼着你长大嫁人呢 别怕 不过 是一段时间的分离 那 那你们一定要平安无事 我一定会守好这里 等着你们回来 我 九哥 小燕给你的书信 小燕 她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稳作作的 我先走了 小酒归来 我心甚畏 现可饮酒乎 食肉乎 若酒肉皆可进度 便速来罪礼仙私会 是蒙少要私下先给你践行 自你进入阿兰惹之梦 比一鸟一组 便晓得我们的身份有假 但碍于冰块连和连颂的面子 不敢多加打探 蒙少私下问过我几次 念着朋友一场 我便将身份坦荡荡告知了 虽然含糊了你的身份 但她却误以为你也是魔族之人 这次小燕倒是挺聪明的嘛 还知道要帮我隐瞒身份 其实啊 蒙少是对传说中的凤酒情依甚深 并不是对你 我们朋友一场 就算让她知晓 她也拼不过冰块连 是要继续瞒着蒙少 还是河盘托出 全看你自己 小燕 你为何这种时候 还不惜法力来往范茵果 我以为匆匆一别 你不会回来了 老子回来接鸡横 乐师 对了 你一向中意鸡横乐师 虽然是 小九 真的是帝君喜欢的人吗 像帝君这样的尊神 也会为了自己心爱的人 下令隐瞒他 真是想不到 根本就是幼稚的要死 你们都能和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 真好 我还不知道有生之年 能不能再见到凤九殿下 凤九殿下 还不知道我喜欢他呢